赛队在猪妖娥子,依教训让他们避拆中国女排,狼平息目标是败赛尔维亚,堪称最奇葩的是锦赛队伍,10月14日,世界女排锦标赛第三阶段的比赛已经开始, 在首轮比赛中,东的主日本女排被塞尔维亚玩爆,三局比分为25比19,25比18,25比23,塞尔维亚巨星博斯科维奇得到全场最高的24分,日本女排长甘欧忧仅仅得到10分,这已经是全队最高,要知道一天之前的副赛中塞尔维亚, 1比3输给了日本女排,仅仅5天,塞尔维亚就满血复活复仇成功,不得不说塞尔维亚是打假球故意输给了日本女排,让日本女排进入六强赛,作为本届市锦赛的夺冠大热门,塞尔维亚小组赛状态可谓相当出色, 他们,以5个三比令,横扫了包括巴西女排在内的所有对手,强势小组投赛出现,而复赛阶段前两轮,他们又先后三比令,击败了墨西哥和德国提前晋级六强赛,状态可谓是不可打,然而就在这时候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, 因为塞尔维亚即使两连百,也肯定可以晋级六强赛,于是结果和球迷约想的一样,正触巅峰的塞尔维亚,却在短短的几天内,突然状态急转直下遭遇两连百,一比三输给东的主日本女排, 零比三输给荷兰女排,拱手让出小组第一,其实塞尔维亚大漠气球的历史由来已久,2012轮段月女排落选赛上, 塞尔维亚两国就一次打磨气球,做,调了泰国队,而这次六强赛中,塞尔维亚又从日本分到了一组,塞尔维亚队之前报了书给东大主日本,两国元首击掉墙对巴西,事实证明塞尔维亚成功了, 他们不仅断送了巴西女排的晋级之路,还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好的签位,六强赛和意大利还有日本分的一组,几乎锁定了一个四强名额, 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,三比林亨扫日本女排,展现了他们强大的实力,只是鼓了日本女排,他们原以为战胜塞尔维亚是凭借自己的真实本领, 也让他们有了夺取奖牌的信心,更是通过媒体喊话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,郎平也是表示非常期待能够与日本女排相遇,如今来郎平的这一期望已经落空, 不过对于塞尔维亚来说,下一场对阵意大利,他们还有可能根据形式进行取舍,那就是希望能够递开另一小组的中国女排。 李约奥运会上小组赛最后一轮,荷兰队三比爱险胜并非全主力出战的塞尔维亚队,疑似打了一场末季球,他们联手把中国女排推入了东道主巴西队的虎口, 结果没想到强大的中国女排击败了巴西女排,而在决赛两支球队相遇之后,中国女排逆转战胜塞尔维亚夺得奥运冠军, 2015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两次关键战斗输给中国队,想必会算机的塞尔维亚,在最后一轮,肯定又有摇额子发声,如何评价塞尔维亚这支队伍呢? 欢迎留言讨论支持中国体,欢迎关注忠诚家族。